你看到没有 这满满的一大锅的鸭腿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阿黑 今天我们又来做鸭 今天做的话是这个卤鸭腿 70元买了26个大鸭腿 好久了 太重了 我们开始下话就买过 就卖了这么久的快餐和饭 还没有做过最经典这个鸭腿 然后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9点08分 我们今天晚上给它制作好 明天早上的话就比较轻松 而且卤鸭腿的话做法也比较简单 但是呢我们就好像卤好 给它存放一碗的话 明天会更入味 先将鸭子洗净准备焯水 再放点生姜 把焯好水的鸭腿洗干净放入电焊锅 然后加入适量清水没过鸭腿即可 OK我们按下煮饭键就行了 反正在电饭包里面 电饭锅的威力真大 果然是商用的电饭锅 后面我还加了几个卤蛋进去 很香啊 很香啊 满屋子都是这个香味了 我们把昨天晚上已经泡了一碗 如好的鸭腿给它拿出来 然后这边是 后面我又加了15个鸡蛋过去 它这个鸭腿很香啊 这个鸭腿我们要给它切块儿 把切好的鸭腿装盘 最后淋上我们这个卤汁 一份美味可口的鸭腿盒饭就完成了 隔壁小孩都成哭了 好饭好饭 十块开弹敲一敲 今天那个撸鸭腿还有鸭蛋 翻 哦 今天那个要不要还 来个啥子 你干嘛 干嘛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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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话卖完了 但是呢 一份 剩了不止一份 你们这份我这份你们买了 那份买了 买了还省了三盒 那省三盒 这儿还有两盒的嘛 这儿还有两盒 然后呢 买不到了 差三盒米饭 但我这个米饭已经换了700容量 750容量的大毫升的米饭了 最后剩了半盒饭 将就一下 嗯 吃嘛 香不香 这个鸭子是用 是倒过啤酒 没倒啤酒 没倒啤酒 去排 暴雨那天 140多多钱 小农坎 我不知道我没吃过正宗的小农坎 就我以前在老家县城吃了 还有在外面福建也吃过 感觉不是特别好吃 我这火锅都一口味吃 对吧 我前两天 就是去那个厚堂 也是在太古里那边 然后 当时去吃 他那个那个 那天为啥去呢 他上周五和周六两天 菜品五折 这个鸭腿饭 你们学会了吗 这个鸭腿饭你们学会了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